女主鹅宽下巴窄啊 早运不错啊 晚年运势一般啊 这跟整个人生啊定下了基调啊 似乎呢运势越来越走下坡路 高开低走的面向格局啊 额头宽广之人聪明记忆力好 早年易得祖阴的庇护啊 额侧易马公也是非常饱满啊 外出啊教好运遇贵人啊 人生根基是打得不错的 可以说是手握一把好牌 不过目光游离啊 眼皮泛黑啊 夫妻宫也出现凹陷 因缘方面是难顺畅啊 这个鼻鼓起颧骨横突个性偏强势啊 甚至有一些过于自我 喜欢周围人呢围着自己转啊 这个跟早年的养尊处优的环境也有关系 缺乏生活的磨练啊 表面强势内心还是个小孩啊 稍不如意呢就急不可耐啊 那么唇薄而鼻头尖啊 精明小气少人情味啊 止尽不出人缘差 这个下巴尖窄更是一把好牌被打烂 晚年容易孤苦 这个植骨还稍微有点外翻的 手巧之人的 但是意志力偏弱 实质熏空财运的饱满 正财望本质稳的 事业线也是非常的笔直深刻啊 有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啊 脑线生命线呢 也是有一些纠缠的 要离不离的样子 表面上独立有主见的 想要脱离原生家庭 但是内心还是心怀感恩的 对父母关爱有加 叛逆当中的带着孝顺的 为家庭的默默付出啊 从这个生命线呢 多条上上的这个小的上上的支线 也可以上升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是一个进取心非常强的人啊 但是事业线终究还是不冒头啊 事业格局受限 感恩线的锁链文比较多 导文也比较多 感情之路坎坷 因缘曲折多谋啊 那么结婚线也下垂啊 不过大拇指的这个凤眼纹呢 带凤眼纹的凤眼纹呢 封闭不全啊 还需要养一养呢 才能够激发自身的这种忘夫前置 感谢观看